大家好,我是谢尔蒙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,尖椒土豆片 首先把去过皮的土豆400克,其中间一分为二,斜刀切成零星片 用清水清洗一遍,捞出备用 尖椒50克,其中间劈开,一分为二 去籽切成零星片 小葱段8克,切段 生姜5克,切成片 蒜子2粒,切片 五花肉50克,去皮,切成薄片 食材准备完毕 起锅烧热,下入少许清油 油温达到7成热,下入五花肉片 边熟边香 下入葱姜蒜,炒出香味 烹入料酒3克 烹入生抽酱油5克,炒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尖椒和土豆片,中火爆炒 下入清水50克 下入老抽2克,调色 下入精盐1克 下入味精2克,烹入米醋3克 下入香油2克,大火翻炒炒出科技,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尖椒土豆片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,切至土豆片时,尽量的切至薄厚度一致 这样炒出的口感脆度一致 第二,煸至五花肉片时,锅要热,油温达到6-7成热 以免油温过低,肉片八锅 第三,此菜操作时间在2分钟左右 如果操作时间过长,土豆片口感方面不脆 尖尖土豆片的技术组结完毕